好 高雄的跨年演唱會呢 就在稍早大概是9點05分左右 傳出了一個緊急的狀況 就是大概在9點多鐘 那麼當時台上是大象體操 在進行演唱 沒想到台下竟然有民眾一陣驚慌 而且有人邊跑邊喊說 有人拿刀捅人 現場民眾的大家是趕緊的疏散開來 看看當時的情形 好 包括了工作人員 還有員警全部都往台下緊急跑過去處理 還包含了台上的主持人 那麼也在台上希望大家能夠保持冷靜 而這個狀況一度是相當的混亂 不過在現場並沒有觀察到有人受傷的情形 那麼有沒有到底是真的有人拿刀出來 還是民眾有人是刻意惡作去喊的 要造成恐慌 而目前掌握的狀況是 在主舞台的左側 往時代大道的方向 那麼有民眾目擊到 有一名穿白色上衣的男子騎乘摩托車離開 那麼疑似就是這一名持刀的男子 到底拿什麼刀 目前警方是已經展開追氣 不過也就很剛好的 在城公路以及時代大道 也傳出民眾有創傷的情形 呼叫救護車 是不是兩者是有關聯的 也要進一步釐清